回答一回答湯家驊的低端問題 三所間諜案曝光幾天 特區政府依然未向公眾交代 是否早已知識香港駐倫敦經貿辦 ETO曾轉帳給兩名疑犯 也未向行政經理袁松彪問責 這種不否認、不割席的態度 勢必令各國政府更加相信 香港駐海外經貿辦 就是為特區政府服務的情報組織 海外ETO一旦全線關閉 誰負責啊? 政府迴避重要問題 行政會議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則出來轉移視線 批評英國《國安法》定義模糊 涉案三所曾試圖闖入一名 疑英港人Monica的住所 湯家驊表示 強行入屋或涉民事或刑事罪行 但是不明白如何提升至傷害國家的層面 他是這麼說的 如果他是非法進入唐寧街10號 大家都可以明白 這就是國家安全的層面 但是現在是一個普通人 即使是羅冠聰或者誰也好 多重要也好 都不是政府中人 進入他的居所 為什麼會影響到英國國家安全呢? 由我在《蘋果日報》寫專欄的時候開始 不時都會拋一些法律問題 呼籲湯大藏回應 不過很可惜 拋個西瓜落海都有 噴一聲 問湯家驊則永遠都沒有回應 難得他今天反過來問問題 不如就等我這個法律門外看試答一下吧 根據《起訴書》所說 三傻被控以兩條罪 一是為外國情報機關提供實質協助 二是外國干預 這兩條罪 是不是真的 好像湯家驊所說那樣 定義無緩呢? 我查閱一下 英國國安法 發現人家的定義 根本寫得無比清晰 例如 外國情報機關 據英國國安法第10條定義 是指職責包括為外國勢力 或代表外國勢力 進行情報活動的任何人 三傻案中的外國勢力 眾所周知 就是給錢給疑犯 收集情報 兼被疑犯換作Client的 香港駐倫敦經貿辦 它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延伸 請問這條罪 有什麼模糊呢? 至於湯家驊所問 闖入民居 為什麼會提升至國安層面? 其實只要看看英國國安法 十三決護疑就一清二楚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se if A. The person engages in prohibited conduct B. The foreign power condition is met in relation to prohibited conduct and C. The person is reckless as to whether the prohibited conduct or a cause of conduct of which it forms part will have an interference effect 簡言之 英國要告你外國干預罪 需符合三個條件 1. 是你做了違法犯金的行為 如本案的闖入民居 2. 是涉及外國勢力因素 如本案的ETO 3. 是你妄顧自己的犯金行為 會不會產生干預效果? Interference effect? 一般線廠民居甚至殺人放火 若不符合B. 的條件 即沒有牽涉 好像香港經貿霸這一類的外國勢力 當然不可能提升至國安級罪行 但現在的案情和表證 都明顯指向特區政府外圍組織ETO 合符B. 英國國安法的就自然適用 如此可見 湯家驊 客義不提ETO的角色 只是一味問 進入居所 為什麼會影響英國國安啊? 根本是混淆視聽 誤導大眾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 我不肯定是湯家驊自己不認識啊 也說不想讓香港大眾明白 英國國安法的宗旨 不是保護權貴的利益 而是保障英國所有人的權利 各位明白什麼是干預效果? Interference effect 嗎? 英國國安法第十四條 《括弧1》提供了詳細清晰的定義 第一句就是說 Interfering with the exercise by a particular person of a convention right in the United Kingdom 原來英國國安法 不僅要確保英國手上 高官等人免受干預 也要保障英國任何人 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 行使公約權利 即英國人權法 Human Rights Act 1998 列明的種種基本人權 包括言論自由 選舉自由 集會自由 財產保障等 原來在英國人的國安法中 不管你是住唐寧街 還是唐人街 是新偉城 還是羅冠聰 你的權利都會受到保障 人民是國家資本 就算只是匹夫受損 只要牽涉外國勢力 那就是國家安全問題了 英國的國安法 Sorry 我認為寫得無比清晰 也非常合理 不知道湯家驊的法律學位 是用雞腿碗回來呀 也或純粹為了抹黑英國司法制度 才會批評英國法律 模糊 以及問一些低能問題 但我也要感謝他一語道破 所謂國安法的本質 原來在湯家驊眼中 國安法只是用來保障領導安全的工具 普通人的權利和安全 則一律與國安無關 多謝楊大藏的高見 本文獲作者授權 轉載至馮熙乾十三維到Patreon 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立場